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8天 今天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去游玩喀拉郡景区 上午10点起床 11点多退房出发 从宾馆出来 沿着阿勒热街 也就是汛街一直往外还走 今天正好是喀拉郡景区 因为前两天伊犁暴雨 曾临时关闭后重新开放的第一天 小朋友们不禁感叹运气好 同时也是满心期待 不过相比纳拉提和巴音布鲁克来说 小朋友们对喀拉郡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也只是了解到一点 喀拉郡景区里的景色特别的丰富 而且景区很大很大 喀拉郡景区分为大峡谷和大草原两部分 有朋友建议 从特克斯县城开车去的话 最好从喀拉郡游客中心进入比较适合 从特克斯县城出来 走一段外环路 然后转入特克斯河大桥 在经过78团检查时 检查战士告诉我们 走766线道更便捷 走上766线道经过彩色村庄 路过华海喀拉郡 很快就进了山 看窗外一条小河 应该就是扩克苏河 扩克苏河是特克斯河的一条支流 在喀拉郡景区中的 扩克苏大峡谷景区 看到的几乎都是 扩克苏河带给我们的各种美景器官 此时路上遇到了一个岔口 如果不太了解喀拉郡的游客 第一次来喀拉郡景区的话在地图上搜索一般会有两个景区入口 一个是草原那边的布拉克门票站入口 也叫喀拉郡大草原或者喀拉郡北门 另一个则是喀拉郡游客服务中心主入口 看路标显示如果一直走276乡道 经过15公里山路就是喀拉郡草原的布拉克门票站入口 我们要去的是喀拉郡游客中心 所以从此转入162乡道 沿着扩克苏河往南走 只有570米就是喀拉郡游客中心了 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游客中心入口 在这里要检查身份证行程码和核酸证明 然后进入停车场 今天是喀拉郡重开的第一天 本以为游客会比较多 不过因为特殊的原因 停车场里车辆并不多 还有好多好多的空位 中午11点10分从托克斯宾馆出来 到达喀拉郡游客中心才11点47分 还是这边走起来比较轻松顺畅 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喀拉郡游客中心坐落在扩克苏河边 看起来好像新建时间不长的样子 估计这里应该算是扩克苏峡谷的开端了 现在我们对在喀拉郡怎么玩 仍旧还是一无所知 先去游客中心里看看吧 此时已经中午12点 游客中心里没几个游客 显得空空荡荡的 喀拉郡景区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扩克苏大峡谷景区 另一部分则是喀拉郡草原景区 可以单独玩也可以一起玩 我看这架目标有点茫然 小朋友们说来都来了 那就都转一遍吧 反正今天哪儿去不了了 晚上再回特克斯住一晚就好啊 还能再吃一顿新疆烤羊肉串 最终我们买了喀拉郡全域旅游票 大人265 小孩225 包括途中所有的车 船 索道和百度车票 一千块钱出去 瞬间变成了这个样子 买好票后 检票进入扩克苏峡谷景区 前方后车停 有几辆观光车在排队等候游客 现在游客少 要多等一些人才会开车 中午12点33 观光车启动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只是听说先拉去码头 坐一段游船 新疆的五威景区普遍都特别的大 基本上也都禁止自驾车进入 而且景区入口到核心景点 都需要坐一大段观光车或者大巴车 景区的门票倒是不贵 重要的花费都是景区内的车费啊 进入景区不买车票的话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的 观光车拉着我们一路上坡 然后还穿过了一个小隧道 隧道的名字很贴切 卡拉郡隧道 走出隧道就是停靠站 这一段观光车从景区入口开过来 大约四分多钟 旁边是库什塔伊水电站 路边的小水库也被称为卡拉郡湖 从这里下车要步行到库什塔伊 游船码头 现在天气很不错 虽然太阳晒着 但感觉还是很凉快 路边山底正在加装防护网 看看路边的阔克苏大峡谷景区地图 感觉这边还有很多的景点 不知道都转下来要多长时间 走了没几分钟 就到达了游船码头 可能现在游客太少 码头还没有开放 游船也还没有到位 站在湖边等会儿吧 过了几分钟 远处湖面上驶来一艘观光船 原来这是来接我们的船 靠完停稳后 我们也要登船了 站这里 小心脚下 trouve 小心脚下 thw 从 protocol里来了 撤段会把船底怎样 小心脚下 开好脚下 当心扑珀 确流出现了 坐在船舱里很舒服 一会儿就要在湖里游荡了 下午1点02观光船缓缓启动 很快我们离开了库什塔伊游船码头 卡拉郡湖也被称为特克斯明珠 是在扩克苏峡谷中拦截扩克苏河 而形成的一座人工湖 也可以说是一座狭长的水库 坐在船上看湖面如镜面般平静 污水的水源来自圣洁的天山 扩克苏河到此就好像经过无数层过滤 水质一下子变得清澈纯净 看上去很是清爽 小朋友们说好像又回到了卡纳斯湖上 现在看到的卡拉郡东岸算是西卡拉郡景区 一片缓坡草原延伸到山顶 卡拉郡草原一直都是哈萨克人著名的下牧场 草地上隐约能看到牧民的房屋和小路 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库什塔一大坝 那我们现在正在扩克苏山谷谷底 不知道会有多么的神优啊 坐在船上悠然地欣赏着两岸壮丽华美的风光 快艇划过湖面犹如插上翱翔的翅膀 犹豫在山谷之间 晶莹剔头的小水花飞溅在空中 这一切简直是太惬意了 湖边据说有一座叫神龟岩的小山 当地人也将卡拉郡草原称为汉寨寮 也就是国王的草原的意思 相传乌孙王曾把这片草原作为下牧场 亦是众神的牧场 所以上天派神龟来守护草原 大约十几分钟后 游船似乎将要靠岸了 此处正是扩克苏河与库尔代河的交汇处 前面两山间是库尔代河的入水口 右侧山上的建筑物是库尔台所到寨 左侧对面山上更高的是堪拉郡所到寨 等游完了扩克斯大峡谷 我们还会回来坐缆车的 即将要靠岸的是库尔台码头 位于库尔代河的河口 观光船停稳后游客们一次洽船 小朋友们看着崭新漂亮的观光船 还有点恋恋不舍 意犹未尽的感觉 从库尔台码头上岸走在一连串台阶上 不远处有一座观湖台 其实这里也叫龙首岛 是库尔代河与库克苏河汇入卡拉郡湖的地方 沿着台阶走上来是库尔台码头观光车站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乘坐观光车 前往下一个库克苏峡谷景点 鳄湾 坐上观光车一路上海 卡拉郡湖渐行渐远 在库克苏大峡谷中 传流不息的库克苏河全长约206公里 是伊犁河最大支流特克斯河的一条支流 发源于河京县境内的哈尔科他乌山东端 与霍拉山外席端交界处的穆斯塔格封西侧 河流先自东向西 行至库卡尔沟汇入口后折向北 而后由南向北沿着库克苏大峡谷 留着卡拉郡湖 进而汇入特克斯河干流 从卡拉郡湖上来 光光车迂回盘旋到扩克斯峡谷的山顶 我们常见的峡谷通常是指两山之间狭长的谷地 峡谷内或是可以行走的通道 也可以有湍急的河流 而扩克苏大峡谷却完全不同 它是因为地质运动的撕裂 把原本连城一片的高山草垫 硬生生的撕开了一条地缝 看上去好像是地表上突然断裂出来的一条大沟 如果沿着大峡谷边缘行走的话 可以看到峡谷中几处形象的山石 在地图上依次标注的是天门、老军京、雄狮、华壁和酋长岩 这一段光纲车大约行驶了15分钟 看样子好像来到了扩克斯大峡谷的边缘 车辆停稳我们下车 原来这里就是鳄鱼湾A站 鳄鱼湾还有一个B站 在观光车前行几百米的位置 一般游客会从A站下车走到山谷中间的鳄鱼湾观景台 然后再上山到达鳄鱼湾B站继续乘车 小朋友们看着通向山谷的木栈道 感觉有点望而生畏 随后坐在后车停下的长凳上 还有些犹豫到底下不下去看鳄鱼呢 鳄鱼湾可是扩克斯峡谷景区内非常典型的景点之一 不过如果想要欣赏到完整的鳄鱼头 必须要下到观景台才行 所以我决定必须要下去看看 小朋友们先在这吃点东西喝点水 我先走一步 现在下台阶真是轻松加愉快 我心里很清楚 最后总归还是要上来的 鳄鱼湾位于扩克斯峡谷的中部 阴峡谷谷底的山体犹如趴在水边的鳄鱼而得名 鳄鱼湾的谷深约为360米 南北长约1600米 东西宽约有1400米 这边的山体看上去都显得很柔嫩 表面覆盖着一层小草 颜色稍显枯黄了 很快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台 走到这里才能真正看到 经过亿万年扩克斯河水冲刷 寝食形成的峡谷面貌 不过这个角度正好有一块石头 拦住了鳄鱼嘴 尽管如此 鳄鱼的形象也已经非常的清晰了 这里看到的鳄鱼还不算完美 沿着峡谷边缘的小路 继续走向第二座观景台 一边走一边观察鳄鱼 很快来到第二个观景台 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完整的鳄鱼头了 由于峡谷两侧山式陡峭非常险峻 所以峡谷边缘都有铁丝防护网 灰白色的扩克斯河水在谷底流动 一只凶猛的鳄鱼在这里猙獰地俯卧着 迫使浑浊的扩克斯河急转一个大弯 神奇的大自然 如同独具匠心的艺术家 将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那为什么现在看到的是乳白色的河水呢 其实扩克斯河水来源于天山雪峰 雪水携带着大量的碳酸钙质 阳块粉末而下 因此在这里看到的河水就是乳白色的 但当河水进入到扩克斯大峡谷后 受骨肩稳流及卡拉郡湖回水影响 河水流速会降低 碳酸钙质阳块粉末会逐渐沉淀 从而水质会变轻 再加上富含矿物的水质 与天色和山色相互折射而产生色彩变化 所以扩克斯大峡谷中的扩克斯河水 会呈现出乳白碧绿和翠绿三色器官 而且还会在回水线附近形成较明显的水色分界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 鳄鱼最旁边就有一小片回水是蓝色的 抬头看看鳄鱼湾A站 一串白色的遮阳棚感觉有段距离了 小朋友们补充了些能量之后 也很快地都追了过来 你看看有多肉 你好棒啊 你太厉害了 旁边一侧的山体拐石临巡 放眼望去沟壑深邃的峡谷 如同平地上的一道大裂缝 看看接下来要走的路 远处山坡上的小房子就是鳄鱼湾B站 欣赏完鳄鱼奇观 一会儿还要爬上去 沿着石板台阶走过来 眼前是一段笔直的木台阶 看上去就好像镶嵌在草地中间一样 沿着木台阶在扩克斯大峡谷边 越往上走视野越开阔 美丽的高山草原 深邃的峡谷 完颜的河道 感觉自己就站在美丽的花卷之中 上到山顶有一个玻璃厕所 这里就是鳄鱼湾B站 一般游览过鳄鱼湾的游客 都会爬到这里坐观光车 一路爬上来说不累那是假的 毕竟早上也没吃饭 不过来新疆半个月了 身体素质感觉好了很多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 大腿更有劲了 此时一辆观光车驶来 我们没有着手上车 我也吃点东西补充点能量吧 没想到在鳄鱼湾竟然玩了一个多小时 大约下午三点又一辆观光车驶来 这辆车是窗户带玻璃的 大家都准备好了 上车再次启程 接下来要续的 是扩克苏大峡谷景区中最著名的人体草原和九曲十八弯 观光车还是一路的上坡 就跟翻山越岭一样 沿着起伏跌宕的山源前行 四周都是广阔的高台地貌 虽然满眼都是草地 但还是给人一种荒无人烟的感觉 观光车蜿蜒拐了几道弯 路边好像是一座小车站 看地图上的标示应该是扩克苏大峡谷站 不过观光车并没有停车 扩克苏大峡谷源于天山山脉南坡的中段 由亿万年来沉积的岩层随着地质运动及血水交互作用而成 峡谷曲折深邃 沿着看拉郡草原蜒蜒盘转 如果能站到峡谷边 估计欣赏到的景象会更加的震撼 观光车继续往前开 远处好像能看到湾曲的河道了 还有一串白色的遮阳棚 估计很快就要到九曲十八湾了 当车停稳我们下了车 看样子还有走几百米才能到达观景台 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扩克苏和九曲十八湾 同时还有著名的人体草原 人体草原位于九曲十八湾观景点的西侧 草原线条起伏沟壳纵横 在明暗光影的衬托下能展现出一种貌似人体曲线的美景 人体草原浑原起伏的坡顶好似人体曲线躺在大地上 故取名人体山 百米多深的沟壳向大海里的波谷 向远方层叠延伸而去 原来草原是可以这样有立体感的 如此景象曾吸引来无数摄影师 人体草原也算是最美新疆的必打卡摄影点 不过人体草原最佳的拍摄时间大约是快日落的时候 而且最好是通体绿草的时间 一般人要像拍出宣传照一样的照片 那估计会是难上加难呢 一幅精美绝伦的立体画面展现在眼前 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人体草原 草已经变得枯黄 看上去也不再有生机 这完全是季节不符合 光影也谈不上 总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 从人体草原沿着峡谷边沿往南方看去 远处就是扩克苏河九曲十八湾 因为扩克苏峡谷的特殊地势 扩克苏河流经此地时 随着河床形成了曲折的九曲河道 进而回折成了十八道湾 使得扩克苏河有如蛟龙过境迂回前行 虽然观景台距离九曲十八湾还有一段距离 但也可以看出九曲十八湾流域 多为草场和林地 水草丰美 两岸植被丰富 郁郁葱葱 九曲十八湾南北长约五千六百米 东西宽约两千米 自然景观珠莲碧河庙曲恒生 一年四季都是摄影爱好者的摄影天堂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 在九曲十八湾旁边好像有条土路 土路边有多以哈萨克人为主的村庄 名叫克兹勒库拉村 据说村里常住人口三百户 接近千人 如果时间晚一些 村子里吹烟鸟鸟的时候 绝对会让人怀疑是不是到了江南水乡 现在的观景台还在扩建 按照景区地图往下还有天籁之林景区和中天山雪峰景区 不过今天在扩克苏峡谷景区到九曲十八湾就算是转完了 因为我们购买的是卡拉郡全域旅游票 所以接下来要走回九曲十八湾车站 坐观光车返回到库尔台码头旁的库尔台索道站 然后乘坐缆车去往卡拉郡大草原 下午3点51 观光车启程返回 扩克苏大峡谷可以说是 大自然赋予卡拉郡草原的宝贵财富 也是卡拉郡景区中的核心景区之一 其中景观特色主要以峡谷低貌水体景观高山草原为主 即高峡平湖雪山风群原始植被崩栏绝壁溪流其实为一体 生态和人文相互辉映给人以壮丽秀美之感 扩克苏在哈萨克语以为绿水的意思 扩克苏大峡谷中的扩克苏河蜿蜒曲折 形成了九曲十八湾鳄鱼湾卡拉郡湖等自然景观 再加上人体草原都是扩克苏峡谷景区中最典型的景点 返程的观光车感觉开得很快 只用了十几分钟 大约下午四点零八 我们就返回到了库尔黛所到站 接下来就要从这里乘坐缆车 跨越库尔黛河上到卡拉郡所到站 然后继续乘坐观光车前往卡拉郡大草原 库尔台所到站大厅里很凉快 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游客 在扩克苏大峡谷这边 我们玩了四个多小时 据说在卡拉郡草原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呢 所以我们也就不在所到站休息了 直接坐上缆车继续卡拉郡的旅程 是从这边上吗 对 稍微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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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三位游客准备过来点票了 稍微等一下 下午四点半缆车开动缓慢的上升 由此我们离开了扩克苏大峡谷景区 缆车下方是库尔黛河 卡拉郡景区中的库尔黛河漂流 就是在所到东边的一段河道上 在卡拉郡草原游玩的最后一站 就是最东边的库尔黛森林大峡谷 库尔黛哈萨克语意为很深的峡谷 库尔黛河属于特克斯河支流 扩克苏河的支流 自东向西沿着库尔黛大峡谷 最终汇入到卡拉郡湖 来时的库尔黛码头清晰可见 就在库尔黛河的河口龙首岛上 缆车行驶了5分钟 便到达了库尔黛峡谷对面的卡拉郡所到站 其实如果从卡拉郡草原布拉克门票站进入景区 购买卡拉郡全域旅游票的话 正好跟我们的行程相反 在先游玩完卡拉郡草原之后 会从这里坐缆车下去 继续游玩阔克苏大峡谷 草原这边的观光车可能是因为乘客多路程员 都是清一色的大巴车 下午4点5时大巴车启动 卡拉郡哈萨克语意为山脊上的莽原 卡拉有深色浓郁和辽阔的一色 郡是形容茂密的样子 卡拉郡大草原也有解释为黑色肥沃辽阔的莽原 卡拉郡大草原面积约为2800平方公里 刚才看到的库尔黛河由东向西横观草原 草原上雨水丰沛土质肥厚 卡拉郡草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赛马场 汉草原和其余乌松国的下都所在地 在这里哈萨克牧民保持着传统的游牧风俗 每年都有20万头牲畜转场到这里避暑抓标 原生台的自然景象恍若人间仙境 从区域上来分的话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西卡拉郡景区 一路上都是大草原的景象 这里地势相对平缓 视野开阔 层层的小丘连绵不断 草原如同绿海波涛万寝 观光车大约行驶了20分钟 到达一处停靠站 此时小朋友们都已经睡着了 我自己下车看看 这是卡拉郡草原的第一站石泉站 听说石泉距离停靠点还有一段距离 需要徒步约半个小时才能到达 小朋友们还都睡着呢 就不叫他们下车了 跟司机师傅打听了一下 接下来只有鲜花台和猎鹰台两个景点停靠 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 其他的景点就都不停车了 如果从布拉克入口进来的话 正对着的就是百花坡和石泉 上车继续前行 去下一站位于东卡拉郡景区的鲜花台 看五花草颠吧 西卡拉郡景区内主要有望玉台 汉塔七夕地 两仪台 蝶浪谷 石泉 乌孙夏都 尹马温 一棵葱等景点 乌孙夏都有历史真实故事 是简犹公主的迎亲地 一棵葱有毡房 晚上可以住宿 但今天观光车只停靠了石泉站 坐在车上 一路上看到的都是草原牧场的景象 不得不感叹 卡拉郡景区实在是太大了 坐观光车走一站都要半个多小时 西卡拉郡景区以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原景观为主 大片大片的围栏各出许多牧场 这里生长有上百种优质木草 也算是大自然赐予牧民们的最美的礼物 大约5点40 我们到达了东卡拉郡景区的仙花台 这里还算稍微热闹一些 这边是典型卡拉郡草原景象 一条木栈道通向远处的山坡 走上去就是五花草颠 一般在5月中旬至6月下旬 是卡拉郡草原花开的最美的季节 那时候的仙花台 白种木草依次绽放 五彩斑斓的花醋 绿毯上散布着流云羊群 配以蓝天白云和雪岭丁峰 会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但现在这个季节 草原上的小花都已经很少了 不过不变的是 这里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 木草鲜美 牛羊肥状 整个草原位于海拔2000到3600米之间 小朋友们体力也是非常棒 一路小跑着冲向远处的山坡 站在最高处 魂望高山草甸 来时的公路镶嵌在绿草间 远处还能看到库尔代森林大峡谷 以及更远的中天山雪峰 不来新疆不知新疆有多大 不到卡拉郡不知草原有多美 卡拉郡颠覆了人们对一般草原的认知 定义了一种草原新景观 也就是中国最美的立体草原景观 鲜花台可算得上是卡拉郡草原上最美 颜值最高的景点 也是名副其实的高山五花草甸天然大草原 难怪卡拉郡会被联合国辽农组织誉为世界上十大高山草甸草原 世界上少有的高山天然优质大草原 但记得一定要在鲜花盛开的世界到来才好看呢 有一句话总觉得很独特 看遍世间草原 唯独新疆卡拉郡最美 刚才坐车路过一棵松 就算进入到了东卡拉郡景区 在鲜花台之前还有一个事宜展示中心 不过我们也没注意到车也没有停 小朋友们从山坡上跑下来 不知不觉在鲜花台又玩了一个小时 下午6点40我们再次坐上观光车 前往卡拉郡景区的最后一站 烈鹰台 现在我们所处的东卡拉郡景区 是卡拉郡旅游区的世界自然遗产核心景观区 是新疆天山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美学价值最高的区域 也是公认的景色最清华的地区 坐在车上就能看到远处的高原雪山 和绿色峡谷中的片片黑森林了 烈鹰台与鲜花台距离比较近 这次观光车只开了10分钟就到了 猎鹰台站 猎鹰台站好像还没有建好 从大巴车边绕过去看看这最后一站猎鹰台 到底还有哪些优优像呢 这边还有三个观景点 分别是库尔代森林大峡谷观景点 三极一平面观景点和猎鹰台观景点 关键是每一个观景点距离车站都要2000多米 而且还分别在三个不同的方向 去往观景点也没有车 基本上只能走着过去 小朋友们看着指示牌 最后决定 还是去猎鹰台吧 那边好像也能看到华湾森林 他们心里想的是在猎鹰台能看到老鹰 那说到就走吧 我们动身前往脸庸台 走到途中发现 在人行道的旁边还有一条马当 有好多游客都骑马去往脸庸台 不过小朋友们倒是不想骑马 他们还是想要自己走着过去 一开始走得并不快 放着远处的山峰感觉越走越远呢 翻过一座又一座草坑 看着一匹匹骏马驮着游客走过 这一段距离可真是不近呢 马是哈萨克人的翅膀 是力量与财富的象征 所以哈萨克人又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是一座可爱的 大约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走到了马队停靠的地方 这是山坡的最高点 想进一步的观看峡谷景色 还要从此往前顺着小路下山 山下就是库尔代森林大峡谷 对面山坡上的森林就是花斑森林 在喀拉郡 库尔代河河谷南坡森林陡君茂密 东西坡森林成斑块状与草垫相间分布 河谷北侧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则完全变成了高山草垫 那为什么对面山坡上会有 好像阴阳脸一样的花斑森林呢 简单说在山体的垂直变化中 阴坡蒸发小时度大适合树木生长 所以树木一般都生长在山的阴坡 而阳坡蒸发大水分少只适合草垫生长 所以阳坡则多为平坦的草垫 同时这里的山脉顶端相对平缓 因此看上去好像阴阳脸一样 那这一奇异的景观也被称为花斑森林 这样的景观还真是少见 很多游客坐在山坡上休息 顺便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欣赏着绝美的风景 我们继续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峡谷的边缘 这里是猎鹰台观景点 小朋友们说为什么看不到老鹰呢 猎鹰台曾是哈萨克族传统的训鹰场所 哈萨克猎鹰人被誉为世界上最后的鹰猎人 他们擅长训练猛禽用于捕猎 哈萨克人曾经用熊鹰也就是金雕 来捕猎狼和狐狸 而游笋等中型猛禽捕猎天鹅和野鸡 在哈萨克族比较精通鹰猎学问的人 会被称为库斯别克 翻译过来就是鹰猎专家 他们可以根据猎鹰的体型 翅膀羽毛等外貌特征 能准确地辨认出其品种的好坏 力气的大小 是否善于捕猎和岁数大小等等 哈萨克族鹰猎的全部知识和经验 都是通过库斯别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 在哈萨克人用意狩猎的猛群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布尔克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鹰金雕 成年的金雕体长可达一米 一盏平均能超过两米 鹰眼锐利动作敏捷 最高可飞到海拔四千米 今天虽然看不到迅鹰人 也没有看到老鹰 但踏着青青草颠而来 坐在山坡上欣赏着美貌的花斑森林 堆望着深邃的库尔莱森林大峡谷 看牧人策马扬鞭而去 也算是在卡拉郡领略到了最精彩的景观了 看看表已经晚上八点赶紧往回走吧 从这里走回到猎鹰台车站 然后坐观光车返回到布拉克草原门票站 关键是必须要赶上从草原布拉克去往 扩克苏峡谷游客中心的末班百度车呀 围乘两千多米也是可以骑马的 不过小朋友们还是坚持自己走回去 大概用了25分钟 我们返回到了猎鹰台车站 看看大草原上几乎没有游客了 你们多长时间 晚上八点二十六观光车启动 后面只剩下最后两辆观光车在等待了 观光车只能从猎鹰台到卡拉郡草原布拉克站 这一路上车开得很快 今天在卡拉郡景区也算是领略到了天山最美的草原风光 以及最为壮观的峡谷风光 草原与森林交融 雪风与河谷辉又 小朋友们也算是打开了眼界 连连感叹 全预票很值得这趟没白来呀 2016年卡拉郡成为国家5A旅游景区 目前来看很多地方还在建设当中 按规划卡拉郡景区中分为五个子景区 分别是扩克苏大峡谷景区 西卡拉郡景区 东卡拉郡景区 天籁之林景区和中天山雪峰景区 今天我们所游览的只有扩克苏大峡谷 西卡拉郡和东卡拉郡 其实其中还有好多景点都没有停车 不过这一圈下来也用了差不多十个小时的时间呢 所以说来卡拉郡游玩至少得一整天的时间才勉强够用 当然如果想要拍出经典的大片 那就得在草原上住上一碗了 那么久 melting man 呼吸咪操克苏大峡谷请 solder 我跟你说 你不想想不行 大约半个多小时 晚上九点整 观光车蹒跚而下 终于到达了布拉克门票站 停车场上还有一辆准备出发的观光车 这正是从布拉克门票站 到卡拉郡游客中心的百度车 时间衔接得非常好 刚坐上百度车 九点零五启动出发 卡拉郡草原也被称为悬浮在空中的鲜花草原 每年四到五月绿草如荫 翠绿玉滴 大地铺满绿色荣毯 六到七月繁花似锦绚丽多姿 草原遍布五彩鲜花 八到十月秋草泛黄 晚丛凝红 缓秋连绵金色香边 又是另一番五花草颠的景象 布拉克门票站出来到游客中心的岔口 一路上基本都是山路 说实在的 自己从特克斯开车来卡拉郡 如果想要买全预票的话 从游客中心主入口进入会更适合 不仅距离特克斯县城更近 而且也能避免走这一段15公里的山路 一开始看景区地图 本以为从可可苏大峡谷 还有观光车能到穷库十台村 但目前最远只到九曲十八弯和人体草原 估计以后能从卡拉郡直接到穷库十台吧 大约晚上九点二十五 我们终于回到了卡拉郡游客中心 小朋友赶紧上车改作业 用了十分钟改好作业提交 然后回特克斯八卦城 继续再煮一碗吧 今天还是入住在昨天同一家宾馆 进入房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十六 小朋友们都饿了 还想吃烤羊肉串 那在特克斯八卦城中 又便宜又好吃的羊肉串 到底在哪里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里面有停车位 这车怎么进 前上那口呗 早上老没开呗 这么一成六 这儿有一口 安全带 走 先知道 还有什么 坐 我 尖 好 小 好 好 我 我好